11月5日是美國大選,各陣營的競選活動如火如荼,然而在這場關乎美國整個國家未來走向的選戰中,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卻越發明顯,無論是前總統特朗普,還是現任副總統賀錦麗,都似乎離不開哪張老舊且已失去新意的中國牌。 他們在競選演講、辯論以及各類宣傳活動中,殺有界視地在不同範疇針對中國,訪伐中國就是他們競選成功的關鍵所在,然而這樣的做法真的能夠贏得選民的真心支持嗎? 無論是貿易戰的燒烤尼曼,還是科技領域的層層限制,中國都從未屈服,反而越打越強,越壓越挺。 這樣的事實,豈是幾句空洞的競選口號所能掩蓋或扭曲的。 況且,美國選民真正關心的是什麼,是與他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經濟、醫保、疑問、犯罪等問題。 根據多項民調結果顯示,內交政策在選民關注的議題中排名並不靠前,中美兩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,對於促進全球以致視美國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。 因此,美國政客們應該摒棄靈和博弈的思維,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中美關係,尋求雙方之間的合作與共贏。 當下,美國自身面臨著諸多極代解決的問題,經濟衰退的陰影籠罩整個國家,社會分裂和種族歧視問題日益延進,槍械管制束手無策所引發的人權問題,也時常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。 這些問題,都是美國政府應該專注於解決的難題。選民們更希望看見的是,候選人能夠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方案,來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,而不是一美地在外交政策上做文章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